香港疫情持续 为找出社区中的隐形患者 特区政府于9月1日开始在全港开展普及社区检测计划 香港私家诊所医生福迪 便是资源报名参与这一计划的医护人员之一 作为大脚嘴一个检测点的副组长 每天12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 他不仅要为老人 儿童等特殊群体采集样本 有时还要观察指导其他医护人员工作 对福迪来说 这份工作虽然是对体能的大考验 但所带来的成就感无可比拟 正常一天是12个小时 分为两更 上午6个小时 下午6个小时 每天对体力的消耗会大一些 因为我们检测去工作主要是以站姿 另外就是要不断地去说话 不断地去解释 所以对于身体的消耗还是挺大的 但是我做完之后自己的成就感 是做其他东西没有办法去得到的 特区政府8月开始就普检向一些医护组织 发出招募工作人员的通知 几天的时间里 资源报名的医护人员 和大专院校学生就超过6000人 作为私家诊所的医生 去参加普检一定会影响原本的工作 但福迪马上对工作重新做出安排后 还是决定报名 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说香港的疫情长期得不到控制 甚至变得更严重的话 那对各行各业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包括我自己 所以从长远上来讲 这个付出是很值得的 我觉得 福迪所在的检测点 每天大概要接待800到1000位市民 在采集样本的过程中 有时会出现点小意外情况 比如有的人一度紧张到发抖 无法完成医生的指令 福迪说 医护人员都有一些小技巧去缓解市民不安的情绪 有市民完成采集后 出现反胃 呕吐等不适反应 但还是坚持要对医护人员说声谢谢 这让他觉得十分感动 福迪坦言 目前逾百万市民参与普检 其中发现的阳性样本超过10个 若没有这一计划 这些隐情患者一直未被发现 第四波 第五波疫情随时有可能爆发 他认为 一直以来部分人对普检有一些歪曲的解读 但现在这一计划的顺利进行 让谣言不攻自破 之前甚至一度有这个消息讲 这个检测的假阳性机会很高 甚至有20% 30%这种情况 那现在来看 就不攻自破了这种谣言 所以我个人觉得从医学的角度来讲 一个大规模的检测 在短时间的大规模的检测 是绝对必要的 在这个现阶段来讲 这也是世界各地得到充分证实的一个做法 我们来自然之一的绘式谣言 czenie做法